白色吉普車從路肩向左拐 但駕駛沒發現女騎士就在身旁 機車當場被撞到 一撞到然後出來看一下 就是人家車子底下的人 女騎士整個人往前鋪到 爬在地上 但吉普車沒煞車繼續往前 女騎士抬頭發現輪胎朝他撵過來 閃躲不及整個人卡在車輪底下 已經一動也不動 其他目擊民眾看到 通通跑過來幫忙 最後合力將吉普車抬起來 救出女騎士 他剛剛看救護車打得很久沒有來 那邊戴過10分鐘還沒來 那就大家看有人就喊說 不然把車抬起來先把人拉出來再說 因為他卡在下面 駕駛人已經74歲了 反應比正常人遲鈍 因為他會注意車前狀況及車後狀況 才發生交通事故 被撞的女騎士傷勢嚴重 右腳骨折送一開刀 還在治療當中 但吉普車駕駛當時違規黃線左轉 也沒打方向燈 駕駛粗心大意 撵過騎車婦人 幸好保住一命 再看一次 臉過瞬間實在很驚鬆 記者來為左陳招呼高雄報導 就當時折騎車就了解 忍耐隊的施工 你想那裡